而除了这些进水小屋热卖 今天呢在生鲜超市大家屯的恐怕就是叶菜类了 因为民众可能大有经验 每年台风过后呢 叶菜类的价格就会开始飙涨 而且随着物价通膨 接下来呢叶菜类的涨幅可能没有最贵 只有更贵了 我们来看到7月23号 在蔬菜平均的这个批发价格呢 大约是落在每公斤44.1元 已经比上个交易日呢 成长了12% 创下近半年的新高了 台风没来这个菜本来就很贵了 而且呢相对来说 叶菜类的价格是比较惊人 但是呢像是豆芽菜 菇类跟根莖类 价格来说相对平稳 但是民众喜欢吃的高丽菜 小白菜还有地瓜叶 这个涨幅都是5块钱以上 而采访已经表示了 说周三台风过境过后呢 这个价格一定会是再度上扬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台风过境 产地的价格虽然农民们非常积极的 今天还有昨天都已经开始进行采收了 但是呢叶菜类的生长 至少需要一到两周的生长周期 随着这个市场需求 因为台风的预期呢 来带动买气 还有价格觉得会更贵 大家买的就更多了 所以呈现公补应求的态势 台北冰江市场一大早人潮满满 开米台风劲逼 不少人抢先一步 赶快来买生鲜食材 就怕台风过够 蔬菜会被打坏 品质下降 也有人怕买贵了 而根据台北果菜批发市场 二十三号蔬菜平均交易价格 比起两天前上涨了百分之十二 高丽菜每公斤三十一点六元 涨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七 冬瓜每公斤十四点九元 更是贵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九 山区如果风雨大的话 它这个高丽菜可能就会量 会缩减一些 可能价格会再往上飙 如果没有什么影响的话 它的价格都是 差不多卡在这个四十块边缘 彰化云林的农民也不敢大意 抢先一步采收菜豆跟其他的蔬菜 就怕风雨大辛苦栽种 新鲜全泡汤 另外像是鸡蛋台风来袭前 也涨价批发价涨三元 每台金从三十五变三十八元 毛猪均价每公斤九十五到九十八元 也逼近百元大关 左右 那在目前到早上为止 也有在一波的采买状况 那目前在捕获 最明显还是属于在野菜类 一些蔬果类的商品 据卖场的部分 泡面罐头蔬菜 备货量提升四成 采买人潮也多了至少一成 另外还有房台小物 像是手电筒跟电池等 賣气也提高 颱风来时中休 民众可得把握时间 做好准备 所以目前要等到菜价平稳 可能要等到两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过后了 那么刚刚先生的网友提问 桃园有没有放台风架呢 我们提醒您 北北基陶还有宜兰 明天都是停班停课 有放台风架的 而再来我们带您关注的是 其实这一次呢 开明台风的动态 行经的路径 都是飞往日本航班的必经之地 所以大幅度的影响到航班的动态了 我们来看到7月24号 7月25号 截至今天6点结稿之前呢 乐陶航空取消了12架次的航班 虎航也取消了两架次 长榮航空也取消了76架次 但是呢 随着台风动态的更新 我们提醒大家 随时紧盯这个航空公司的动态资讯 很有可能都会出现异动的 但有很多人担心 这个行程延误了 现在买铝瓶血 来不来得及呢 我们必须告诉你 在台风过境航班运动这段期间 如果是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才去买旅平险 或是旅游不便险的话 可能都不在理赔的范围里了 台北台风来势汹汹 虽然目前航班资讯都还正常起降 但周三周四台风最靠近台湾 也因此各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 大多会受到影响 周二向我国际线航班 除了提早抵达大多都正常 不少游客提早报道 就怕台风真的来了飞不出去 像是东南旅游二四二十五号 受影响的行程通通取消 熊市旅游这两天 国内团也全取消退费 如果要转团改旗提供美人 最高五百块的优惠 另外各自大邮轮提早到二十四号返回 在高雄港下课会提供北中南免费接驳 易游望的阿里山小火车 以及台东热气球行程也都暂缓 可乐旅游离岛行程共四团取消 国外行程就得看班机状况而定 有明就二十四号晚上十一点五十五分 要飞德国慕尼黑 目前航空公司提早宣布的还有乐陶航空 二十四号往返台北大阪东京 明谷以及冲绳 二十五号往返台北东京 明谷跟冲绳总共十四航班全数取消 虎航则是提前飞 二十四号IT602航班到首尔人船班机 提前到晚上七点起飞 二十五号从首尔回来的IT603班机 提早到二十四号晚上十一点半就起飞 毕竟台风怎么走也不是人为控制 现在才要买保险已经来不及 以天气变化现在这么剧烈的状况 加上缺工建议大家在出门前一个月 就要完成保险的投保程序 保警也提醒最晚出发前一星期就要处理好 否则像现在还入井齐发 相保险已经无法受力 TVB也是许家热的一台报道 好观众朋友由于开明台风呢 他可以说是没有经过中央山脉的阻拦跟结构破坏 目前还在持续变大变壮 而且吸爆了水汽 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不过这台风的动态跟危险性在哪里 我们要邀请专业的带您看门道 我们欢迎呢是我们台湾大学大气科学博士 林德恩 林博士 林博士晚安 好 博士就想请教 先前我们很多媒体都在讨论这开明台风 还有可能会呈现西北台的态势 但后来他的路径呢 已经进入了大幅度的修正了 不算西北台 可是每次呢只要有预测这种 类西北台的移动路径 专家们都会特别忧心 是历史上面有什么样的教训吗 想要请教博士 是的没有错 凯米台风从刚开始 他的行进方向 一直让这个所有的气象学家 非常伤老金 因为当时太平洋高压 他的强度 以及他牺牲的程度 一直在左右 这个凯米台风 后续有没有机会成为类西北台 那不过从今天 一整天的环境变化 很明显看得到 那凯米台风 后续应该是属于 比较类似于 直接穿越台湾的这个台风 那有机会登陆 那目前现在看起来 最有可能的登陆点 应该是在宜兰到花莲之间的陆地 那登陆之后 随后他会稍稍的速度减慢 那会在台湾内陆里面稍微停留一下 然后再逐步的远离 那预估后续海景解除 最快可能会拖到7月26号的早上 那我们谢谢林博士 刚刚特别提到 由于这个路径呢 就是让这个台风结构相对完整 而且只穿北部地区而来 而这路径呢 就会让专家想到过去每一次的西北台呢 不只在过境的时候 风强宇宙会导致强烈的破坏之外 同时呢 后续的西南气流 也是要值得大家多多留意的 因为呢我们刚刚线上很多朋友 老师我们他们都在讨论说 为什么中部地区没有来放台风价呢 而是北部地区还有高雄率先宣布了 是不是因为开明台风看来呢 都是会朝这个东北部 刚老师提到的宜兰跟花莲这个地区来登陆 那对于防灾系统来说 是不是真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 而台风伪的效应又是如何呢 请教老师 好 是的 凯米台风虽然它登陆在宜兰到花莲之间 但是这个台风它有个非常大的特征 就是它把原来在南海的大范围的西南风 开始做了一个有效的连结 那连结的过程随着它由南往北 甚至于偏西北方向运动的过程当中 整个大范围的西南风就被带起来 那带起来的过程当中 也把南海那附近的水汽跟着带向台湾的陆地 那随后配合着风向逐步的就到山区里面 所以后续从7月24号也就是明天的中午之后 整个台湾的中南部的山区会在很短的时间 大概平估大概36到48小时左右 会有非常非常显著的这个降雨 这个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那至于有很多中部的观众在问 为什么凯米台风在明天的这个台风架 原来大家很期待的这个台风架没有放到呢 其实先不用担心 其实明天整个凯米台风 它的暴风圈 因为它越长越大 那原来从原来的七级暴风圈 200公里 220公里 那现在还会再扩大为250公里 那几乎把整个台湾都揽花起来 那下雨绝对不是单一线市 强风也绝对不是单一线市 应该是一个全面性的 那只不过哪些地方下的雨特别多 那这个部分就让我们想回想到 2008年同样是7月份的台风 有个台风叫卡梅基 它也是类似西北台的这种 这个台风的路径 虽然它的强度也是中台 但是规模相对比这一次台米 要稍微小一点 但这个台风 不管它在影响的时候 甚至于将这个随后它远离台湾 带来很清楚规模很严重的一个西南风 那也造成当时中南部山区 非常严重的坡地灾害 也就是土石流等等 这个可以让我们引以为界 那我们现在目前 由各国的数值模式来看 台米台风后续 36到48小时 仍然会为我们台湾 大部分的地区 带来显著的这个降雨 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那跟今年6月份开始 所谓的这个大环境的反圣阴现象 也有相当程度的一个关联性 那因为反圣阴现象一噪声 常常会让这个太平洋高压 变得比较强 太平洋高压本身是属于下沉气流 所以它会抑制在西北太平洋的一些热带 老洞的深层 那深层的数量会减少 但是如果热带老洞 一旦深层了以后 它就会在很短的时间 就会增强 这个情形跟这一次的凯米台风 非常非常的类似 而且还有一点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距离台湾非常的近 也会让我们应变反应的时间缩短 那目前中央气象署 特别针对凯米台风 随后引进的这个大范围的西南风 做出这样一个评估 中南部的山区预测 从7月23到7月26这四天里面 可以下到1300到1800毫米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几乎都已经逼近2009年的 莫拉克台风 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非常慎重 而且预先要做好 有效的防台的设施跟准备 那北部山区 或者是东部山区 下的也不小 这四天累积降雨量 目前评估800到1100毫米 也是非常惊人的 那请各位观众或者听众 一定要事先做好 这个适当的防台的准备 好的 我们谢谢林博士带来的解析 就是说这个台风的路径 还有它的结构的完整性 以及把这个太平洋这个 南方的水汽跟这个西南汽油油 都引进到台湾本岛上 特别是山区地区 刚刚提到这个总累积雨量 实在太惊人了 都是800 然后到1000以上的等级 所以老师我们刚刚也收到最新消息 台中市呢 刚刚宣布 明天是照常上班上课的 但是同时呢 就诚如老师您所说的 山区的地区非常的危险 这个降雨可能是治灾性的 所以台中市政府宣布 和平区呢 这个山区就有区长制行决定了 同时我们也谢谢林博士 为我们带来专业的解析 好谢谢